好 我们进入下一课 真是两岸军事一家亲 真的 我们叫熊三飞弹 台湾自制熊三飞弹 送到山东去维修 今天看到这个炸锅了 网络上 中科医院研发被誉为是航母杀手 好强 航母杀手 我们稍微要谈谈大陆的航母 熊三飞弹 上面有一个器材是专门用来 定位索敌的它叫金伟仪 两个故障了 送到瑞士原厂去修 然后不知道转转转 转到了大陆山东去维修 这到底怎么转的 我觉得这个细节 我非常想知道 你从瑞士转到山东 没有告诉我们台湾吗 还是当初本来 就是要送到中国山东 但是不好意思 去瑞士转个手去过个水 是哪一种呢 其中如果里面有相关的数据 可能会让我们的飞弹 阵地还有很多机密曝光 那熊三飞弹 当然是我们的超音速反舰飞弹 射程将近200公里 台湾自主研发 震慑共军的指标性武器 那中科院待机大调 立刻有所回应 经纬以上的这个记忆词片 早在送修前就拆下来 而且送回之后 经过资安检测 目前确定毫无疑虑 好我先让凯翔来谈一下 因为稍后我也会邀请寒冰上来 我们要讲这个航母的地图 凯翔你怎么看 今天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有点提笑皆非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猫腻出在这里 但是短短的两行话 没有任何的细节 然后中科院就出来 否认嘛 放心啦 毫无疑虑啦 资安没有外泄 就这样 过去也常发 还是说过去我们的记载 都送到大陆维修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觉得这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层次是雄三飞弹 过去因为它就是 因为被误涉了嘛 所以呢 只好赶快丧事喜办 说它是这个航母杀手 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 那多厉害多厉害 多厉害之后呢 爆发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就会显得非常的尴尬 那必须来 必须讲 其实台湾 台湾在科技能力的限制 跟我们很多 就是在外交上面的限制 或是说在一些军购 一些货源上面的限制 确实有很多事情 它是用比如说用商员的管道 取得一些军规的产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就是很多是 非正常化的管道 所以就有很多前客 在上下骑手的空间 又或者是很多是 上下交箱贼 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我们的军方 它有在政治上面 像政治人物交差的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就是你看 我们有国弹国造 国机国造 国舰国造 然后但是呢 它要取得这些相关的器材 跟装备 并不是这么容易的 于是呢 它可能要透过去一些前客 或是透过辗转的 一些取得的方式 那难道你说 我们的军方真的不知道说 你哪里来一个金伟仪啊 那金伟仪 荷兰公司的是不是 那它会不会 其实我不相信说 这件事情军方 或是中科院 在事前不知道说 这个荷兰厂 它有在 这个荷兰原厂 有在中国大陆 对不起 瑞士原厂 有在这个中国 山东这边 有维修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我不相信它不知道 它极有可能是它知道 但是你不买 你就没货了 你不买你就没得买了 你以为大家都能做得到 大家都能够做这样的金伟仪 台湾可以自己做吗 又或者是说 你今天还挑三拣四了 哎呀我不买这个 哎呦你这个瑞士的 在跟中国山东合作 那我再去买个什么国家的 这不是那么容易 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可是呢 因为我们政治 因为我们政治的关系 常常有时候 把这件事情变得 就是变得很扭曲了 那我们的军方 我们的中科院 也有这样的需求 那它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之下 只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这种事情 不出包则已 一出包就会变得非常尴尬 那你告诉我说 中科院这个回答 它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是什么 就是我没有泄密好不好 我可以把它是一个 被动上面的原件 那其中有主动的部分 然后有参数的部分 那我已经把它拆除了 没有资安的这个疑虑 那大家听懂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我要继续跟这个原厂合作 对对对 所以我正想问嘛 中科院完全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送到中国山东去维修 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 他只告诉你说没有疑虑啊 他没有说他真的有底气 或是我们还有选择 他告诉你山东这个厂超安全的 对他就会告诉你说 以后我不跟他买了 我们就自己做 我们就去跟谁买 他没有办法跟你讲这个 他就只能说 没有别担心 没有资安疑虑 不就跟这些年来 这些年过去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什么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中国大陆的扫地机器人 哇都该死啊 结果现在呢 现在满天在台湾 动不动什么县市要办 什么庆典活动 都是无人机 满天飞的都是中国大陆无人机 仿佛又没事的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实 大家不用自欺欺人 这件事情 大家也不用用 看笑话的心态去看 反而这个 借这个机会 大家把心态弄得正常一点 很多事情应该用 平常性来看待 好那当然了 这个东西这个 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还是不可思 因为抗中宝台 抗中宝台嘛 小事什么 连个这个浓郁产品 我们都要这个嗨起来 抗起来 你看到这个航母杀手 当然这个大陆的航母 一艘一艘的舰 这个不要说这个台湾 这个美国啊 日本等等也都跳脚 我们稍后会谈到 一个新型的航母 福建航母 目前大陆最大最新的 但是这个辽宁舰队 最近让这个日本炸锅了 我请寒冰上来 我们待会把这个地图 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去年的 十二月二十四号 辽宁舰的编队 首次接近关岛演训 第一次这么接近关岛 那其中的辽宁舰上的舰载机 就是歼十五 歼十五的作战范围 算一算跨过了第一岛链 来到第二岛链 就日本炸锅了 在元旦的时候 辽宁舰的航母编队 通过宫古海峡返回日本 然后把地图调出来 请寒冰给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呢 其实他们就是从东海这个方向 然后辽宁舰的航母编队 就直接这样过来 那航母编队 它是陆续加入的 那其中包括 除了辽宁舰航母之外 还有055的大区 那还有054的巡防舰 那还有综合补给舰 然后就这样浩浩荡荡 这样一路过来 他12月16号的时候 穿过宫古海峡这个地方 然后就这样往这个方向走 他行进的速度并不快 他慢慢慢慢就 穿过冲绳海域之后 就一路在那边游移 然后游移呢 他在这边就不断的做训练 其实你看他这样慢慢在这边 他在每一个地方 他都有做演练 因为这一次 他们估计 因为日本看到他到冲绳这个地方来之后 就紧急派船舰就一路跟肩 那一路跟肩就发现了 他从12月17号以后 一路这样子 在海上就不断的做起降的训练 他们估计他至少做260架次以上 其实表示他现在 我觉得他在日军面前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确实有海上的作战能力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日本来讲 大概也是一个警讯 然后你看他一路绕绕绕 这个冲大东岛 北大东岛一路这样绕绕绕 然后越来越接近日本 然后接近日本之后就再往下 往下之后接近一个很地方 我们台湾也常常注意 其实这个抱歉这写错 这叫冲织鳥礁 不是岛 这个地方是个礁 只有日本才认为它是个岛 那我们的渔船 过去常常在这边被日本人驱赶 那可是呢日本很坏 就是中国大陆的渔船跟菲律宾的渔船 它都不驱赶 那辽宁舰 往这个方向来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示威的意思 那也顺便在这个地方做影讯 然后接下来它的行径更怪 你看它越过冲之鳥岛之后 它就接近菲律宾海 那接近菲律宾海这个地方 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绕行 绕行之后停了好几天 232425到25号的时候最接近关岛 这个时候距离关岛大概差不多500公里左右 第一次 500公里左右 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的一个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对关岛来讲 这个叫板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做了停留 眼讯而且实际上建载机起降之后 然后还有它的几个联合操业 然后又再次回来 那我刚刚为什么要提到说 有0555大区跟054A巡方舰 还有综合补给舰 综合补给舰我们知道 表示它是有长途打击能力 它的补给是没有问题的 那0555大区呢 虽然中国大陆还是叫驱逐舰 可是实际上呢 在西方一般把它认为 它就是跟提康德罗加吉一样 是属于巡方舰的等级 那0555大区除了它本身担任整个 航母舰队的区域防空能力之外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 它上面是有对地导弹 所以当0555大区也接近在这个范围的时候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航母战斗群 除了它的战斗机可以出动 直接去对关岛进行攻击之外 它实际上可以用0555大区上面的对地导弹 直接对关岛的设施进行攻击 所以当然它没有真的这样做 但是它做这样的演讯 其实就是在告诉美军 其实你虽然 现在美军已经把整个防御 全部退到关岛这一线 退到第二岛链 可是第二岛链你还是不安全 其实它在告诉你这件事 表示因为辽宁舰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是定位为训练舰 那我的训练舰都已经可以 达成这样的一个实战任务的时候 那我的山东舰是不是有更大的力量 因为山东舰的整个结构 是比辽宁舰完善很多也比较先进的 那还有最近快要出来的福建舰 福建对我们待会就会谈到 福建舰的整个攻击能力是更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在告诉美军 即使你退到关岛 其实你也不见得安全 那我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 在第一岛链之内把你驱赶 甚至阻绝 让你美军即使台海这边有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过来 你想想看 我们以前都注意在台海的东北部 西北部这一块区域 那现在呢它距离多远 是啊 它已经跑到这个地方了 关岛距离台湾大概2000公里 它已经跑到距离台湾1500公里远之外 等于说以后 万一台湾有事的话 美国必须小心在这一块 也就从日本一路延伸到菲律宾海这一块 都可能会有中国大陆 包括航母战斗群 包括潜舰在这个地方浮击 你觉得美军能够迅速的辞员吗 我觉得这个才是解放军真正想要表达的意义